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说 最会制造话题跟议题的政治人物 非韩国瑜莫属 在不批公文的这个集之后 你看看他就特别直播 秀出了这样一堆 好像是山一样的公文叠叠了 不巧这里面就有这样子 这种红色的文件夹 其实这是最速件 那么因为这样工具 公文被拿来当做是一个作修的工具 公务员看了 你不觉得会非常的生气吗 但是韩国瑜他很厉害 他可以立刻自己再抛一个新的议题 所以接着我们看到他就自爆说 你看我的车可能被装了追踪器 果然就把公文事件整个都盖过去 但其实我们来看 他可能真正要掩盖的是什么 是他们家云林农舍有违规使用 限期改善的日子 刚好就是在昨天到期了 又是在昨天他抛出了相关的议题 真的完全是被他操作了 其实他说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国家机器被指控 我们看看总统府 总统府的发言人就出面 他说政府绝对不会进行任何不法监控 没有证据不能够随便乱指控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韩国瑜他说 不要逼我做无畏的提高 不知道这个无畏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先打个问号 问他他也不回答 就现在有学者看不下去 这一位是政大的教授徐世荣 他就特别表达说 其实韩国瑜他发现整理出来之后 他有五招 这五大招里面我们来看 像是他会编造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编造没有办法验证的事情 抹黑或者是打压自己 真的很特别 他会抹黑打压自己 还有责任再转嫁出去 反而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对手 其实我们要看 韩国瑜他不只是一次 被人家讲说 这怎么好像医生医鬼有疑心病 有人说这是一种被害妄想症 再一次的他又被爆料说 一千他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他不是当主委吗 那时候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做 反针孔的侦测器相关的检查 韩国瑜他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寒流退烧了 这是他一个致命的关键 其实我们要从什么方向来观察呢 像是立委参选人 你记不记得之前初选的阶段 有不少人是抢着 要跟韩国瑜黏在一起 要一起合照 但现在好像是一个票房毒药 过没有多久的时间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现在立委的 这个参选提名人 也已经陆陆续续出炉 但是却不见这一些人 跟韩国瑜有一起合照挂看板 其实秀得出来 有一些党内同志 出现的是在观望 他们好像有二心 但你知道吗 现在尤其是换瑜的谣言不断 党中央他们要怎么出招 他们就下令来看看这一边 来赶快挂上各种看板 要出现韩国瑜 尤其是从各个县市党部来做起 如果说你没有挂看板的 这些个别参选人 现在是说不会有什么样后续的惩处 但是如果真的都不挂的话 恐怕问题就很大了 再来看到的是 你记不记得 他周末都要去拼选举 所以来看到 这个时间点8月25号礼拜天 他到台中要去跑公庙 我们看看的是 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说他这个说法有点特别 有点时间应该可以配合得上 也就是说他不是全力配合 再来看到的是宜兰县长林姿庙 他也出现一个状况 他问到说侯友宜不接 卢秀燕说再看看 你有没有可能来接宜兰县的竞选总部主委 他也不正面回应 他只说我目前都还没有接到党部的相关征询 说到了选战 我们看看民党布局又是怎么样 2020立委选战 来看这一位王世坚 他一度呼声是非常高的 他是现任议员没有错 现在传出说民进党中央现在要考量的是因为 他颗黑的形象太过鲜明了 因此不打算提名他 这也让柯文哲抓到画笔了 他就嘲讽说王世坚怎么会没选 实在是太遗憾了 我们来听听王世坚他的最新回应 韩国瑜在上任之后狂言不断 他最近又说了自己的车子被装上追踪器 就有网友改编一首洗脑名曲 将他讲过的所有经典名剧 通通都串在一起